文杉托 大家好我是Tony 我现在在公导火车站 今天下午要来造访公导老街 共导老街不长大约只有二百公尺左右而已 以前常常经过共导 但是都没有机会走进去老街逛一逛 今天就来走一走 供僚老街散布地图 近几年来 老街多了一些文创商店 前面是供僚地下道 过地下道 老街就在对面 往供僚老街 两边的墙壁有供僚国小学生的画作 也有供僚国中的学生画作 看到供僚老街的标示了 供僚老街的路口 就在新的供僚大桥旁边 这座桥梁被称为供僚彩虹情人桥 跨越双溪河 这是双溪河流向芙蓉出海口 供僚大桥 供僚 就称供阿僚 原为凯达格兰族之一的巴塞族语 意指捕捉野兽的陷阱 以前这附近有很多山珠 汉人入肯此地 搭建草寮 就称这里为供阿僚 后来改名为供僚 供僚老街的牌楼两侧有山珠造型 反映了供僚地名的历史 供僚制作所 今天没有营业 这是传统的干妈店 这是供僚老街七山供学堂 七山供学堂 有开设各种地方文创课程与讲座 不过今天没有营业 供僚老街 很安静的一条老街 可以安静的游荡 新北市政府城乡发展局 从2018年起 推动供僚地方创生计划 地方创生团队进驻供僚老街 陆续开设了书店 小谷仓 餐饮等商店 为落寞及老老街 注入了新活力 离合合 这是常年在供僚投入水田富裕的仁和基金会 经营的离合合小谷仓 店内贩售供僚有山稻米 与推广自然教育 今天也没有营业 隔壁是月桂树有机书店 原为零龙峰米店 有机书店不卖书 而是以书换书 可惜今天也没有营业 老街也蛮多猫咪的 没有游客的老街 没有游客的老街 很适合拍照取景 很适合拍照取景 美出的小美术馆 这是一位建筑室的私人工作室 并没有开放参观 老街五号艺术咖啡屋 前面就是老街的终点 街台二丙公路 老街五号艺术咖啡屋 今天有营业 好 看一下 好 喝杯拿铁好了 进来参观一下 蛮精致的 老街五号艺术咖啡屋 除了周一公修以外 每天都有营业 拿铁咖啡一杯四十元 蓄杯二十元 我们就在公寮老街五号艺术咖啡馆 喝杯咖啡 现在走回公寮车站 哇 这一户人家 养了五只猫咪 哦 客厅好一只 所以总共是六只 哇 共寮老街也算是小猫村了 现在看到好多猫咪 嗨 你好 我也养过很多只流浪猫 你有闻到我身上的猫味吗 哦 好乖的猫咪哦 没事 没事 拜拜 我曾经养过几只流浪猫 经过多年 它们现在都已经不在人间了 啊 别人家 我只是不在人间 咋不在我身边 你一定是不在家 你忘了 我只是在小姐 共寮老街就位于双溪与芙蓉之间 是一个蛮容易被忽略的景点 今天就推荐这个景点给大家 路过共寮的时候 不妨停下车 进了老街逛一逛 喝杯咖啡 看看老房子 我们今天的共寮老街之旅就在这边结束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我们下期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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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